小田劍可以說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漫畫家 1989年就已經推出連載,正式出道了 但是作品一直都不上不下 曾經擔任他助手的何月昇宏 都因為神劍闖江湖 也就是浪客劍心而成為人氣漫畫家的時候 小田劍都還沒有一個代表作 一直到1999年和哭田有美合作的齊林王 才真正尝到了出名的職位 2003年開始和大廠東合作的死亡筆記本 更是讓小田劍成為了世界知名的漫畫家 但是在連續兩部成功的創銷作品之後 不知道大家記得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麼嗎? 不是豹漫王,而是一部四集就被腰斬的 王道系勇者作品,拉鲁古拉德 很有趣的是小田劍和大廠東合作 在邪道類型的漫畫上獲得巨大的成功之後 小田決定和英野長雄這個原作者合作 推出了這部很王道類型的作品 最後的結果看起來是失敗了 只出了四集就被腰斬結束 到底是這種正統RPG類型的勇者故事已經不流行了 還是這部作品在故事或作畫上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呢? 今天這集我們就來看看拉鲁古拉德這個作品 到底說了什麼樣的故事吧?